网传比亚迪拿下特斯拉10GWH电池大单Model 5i 将手搭刀片电池 特斯拉和比亚迪都是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话题车企 二者虽一定程度上是竞争关系 但是因为比亚迪电池的缘故 二者也有合作的可能 目前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出产的标准里程版车型 使用的LFP电池 由中国电池制造商名的时代供应 比亚迪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之一 其在2020年发布了刀片LFP电池 得益于电池热失控的情况得益大幅减少 该公司宣称该电池是市面上最安全的电池